我就想问问啊 这个电视机还有人管吗 这还叫电视机吗 刷卡机吧 想钱想疯了吧 差不多得了 你再这样整下去 你都要淘汰了 老人看新闻要钱 小孩看动画片要钱 年轻人追个剧也要钱 以前嘛 穿电视买个天线就好了 最多没有反应的时候 咱上去摇两下 起码不花钱 现在好了 买电视买宽带买会员 会员就会员 你还整个电影会员 动画会员 普通会员 游戏会员 还什么超级会员 白金会员 新赚会员 结果呢 会员买了 开始还得有广告会员 里边还得什么套会员 什么提前看 提前结束 那我还办个毛线会员啊 更气人的是 一个手机一个会员 一个电视一个会员 一个iPad一个会员 这明明就是你的啊 他就是不让你共用 你以为你开通过会员 你就书心了 你不知情的情况下 还给你送个自动续费 他送你个自动续费 你还不能立即取消 你必须得等个十天半个月 这十天半个月过去了 早忘一干二斤了 人家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给你续上了 就算你记得取消 你发现没有 冲会员的时候啊 那可审视了 那字可大了 立即冲值 啪 点进去就冲了啊 等你取消的时候 我这个乖乖 你买手机扒了个遍 你都找不到在哪取消 这个电视机简直是无语了啊 不看 坚决别看 留给他 让他们自己看